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这方面还是差一些 漂亮 好的 漂亮 好的 这球打得太漂亮 哇 看水果水这个运动员他的基本功效 调整能力很强 哇 水果水这个球越打越漂亮 我们看这个萨姆索诺能不能抓住他这个两分的发球 漂亮 这个直线变得好 漂亮 打直线王很难判断 哦 一个阵头抢弓中路 漂亮 漂亮 反拉了 啊 水果水这个能力确实很强 什么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球 那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技术战术的变化 二比一局盘术领先 漂亮 漂亮 那这几个回合 这个选手 嗯 所以我们在看他们比赛的时候呢 这个战术的运用啊 还有实施啊 好像不是这么明显 拼起正反手这种转换呢 还有这个线路的变化 对这一种人说把握的都很好 是的 那么孔灵辉就是中进台这个选手 嗯 反手快带 正手快带 有机会就反冲 是吧 那这两个基本是在中远台 而进行比这个实力比变化 所以你看双方都是路上来说 欧洲的这种烙印更多一些 阵级更广 对好像力量 我觉得它比那个水谷损要大的多 你看都是主动的发力 水谷损都是后面防守 那回球的落点也很好 好的 萨姆索诺非常耐心 这样就以11比7的这个先进水平 同时呢 我们的电视转播能力啊 也是世界一流的 所以在的时候呢 不知不觉的这当中呢 我们看萨姆索诺在发球的质量上 然后抢弓的这个意识上面 逐渐的有所加强 特别是刚才表现在 大的飞跃 好像就感觉萨姆索诺夫 这个拼空过来 有时候也有机会的近距离接住他 人非常温和非常好 似乎呢 你看反手拉的非常有把握 3比1将取得胜利 平均年龄比较大 有42岁的施拉格 而且呢 还有比从他的这个战术的运用上 我觉得应该是多使用正手 说他的正手进攻的这个频率 应该啊 在高 潜攻意识也有所加强 这一局 逆旋转 好球 你看正手发力 这一球没有想到 都让他打到中远台去 很难在近距离跟他相持 这个 中国队和这个欧洲队 在某种程度上 瑞典队呢 曾经一度还领先于我们 相继呢 对抗了十几年 马文革啊 在那个时候呢 扭转了这个局面 那为中国队呢 带来了 带来了生机 可以说从那开始 好球 瞬间的这个变化 好球 漂亮 好的 这样隋不存一个直线回头 以11比8取得了第四局比赛胜利 这样和萨姆索诺夫就打成了2比2 稍后呢 就到了一局定乾坤的时刻 就是决胜局 也是最老的运动员 还有42岁的施拉格 防得非常好 反拉了 漂亮 好的 所以我想这个球拍得好 这球是整个 大家看就这个球 砍出去 如果他加强了这个前三板的这个凶狠度 可能他的这个球就更难打 又来了 球这种变化 对他来说呢 是有一定的威胁的 对他的判断 也会产生一些这个错误的判断 另外一个呢 水果笋 这些加强性质 漂亮 现在四边 好的 这是 漂亮 这个水果笋 两人有相同之处 如果这一能在注重他的这种发结强 这个环节 再加上他的很好的相持 那这个运动员是很难战重 在这个明天 后天 也就是15号的时候 双方还有第二个回合的比赛 届时呢 中央电视台 第五 高了 漂亮 你看这正反手 非常 连续拉反手 水果笋退到中台 测身以后再反拉 结果球出界了 这样萨姆索诺夫就以11比5 取得了决胜决